诗篇第118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事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使我站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我绝不害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我必看见恨我的人遭报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人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王子 列国围困着我 我靠着耶和华的名 必除灭他们 他们围绕着我 把我围困 我靠着耶和华的名 必除灭他们 他们如同密封围绕着我 但他们要像烧荆棘的火熄灭 我靠着耶和华的名 必除灭他们 他们极力推我 要我跌倒 耶和华却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师哥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在义人的帐篷里 有欢呼和得胜的声音说 耶和华的右手 行了大能的事 耶和华的右手高高举起 耶和华的右手 行了大能的事 我必不至于死 我要活下去 并且要述说 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虽严厉地管教我 却没有把我置于死地 请你们为我打开正义的门 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门 一人才可以进去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应允了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这是耶和华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要在这一日欢喜快乐 耶和华 求你施行拯救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给你们祝福 耶和华是神 祂光照了我们 你们要用绳索把祭生拴住 带到祭坛的脚那里 你是我的神 我要称谢你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事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